公堂上 经过严刑拷打的妇人 双手鲜血淋淋 几只黄蝶不欺然翩翩而至 落在妇人的手掌上 吸食着血液 片刻之后 黄蝶纷纷落地殒命 在场的人无不震惊 人群里突然有人大喊 他就是落眉庄女妖 大家好 这里是关山太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大清嘉庆年间 回州府的望族马家 出了一件轰动远近的事情 马园外去世一年后 其弟马志源称其一双江贵乡不守复道 还要将江贵乡扫地出门 独吞马家的财产 江贵乡只好将小叔子告到县里 请县老爷主持公道 县太爷张明磊一向刚正不恶 听了此时候 立即开堂审理此案 马志源信心十足 因为有人证明江贵乡 和寿衣铺的少掌柜李俊生有奸情 就对马园外起了歹心 用了无色无味的毒药 将马园外毒死 张明磊命人将李俊生带到了公堂 还未用刑 李俊生就全招了 但江贵乡依旧不肯招任 私存了许久 张明磊冷笑道 江贵乡 你就招了吧 现在是人证 物证俱全 大人 只有人证 没有物证啊 我家园外常年在外经商 是患了劳病而死的 江贵乡用头巾 江头围得严严实实 直露出眼睛和鼻子 说话也有气无力 张明磊觉得江贵乡 好像是得了什么不能见风的病 江贵乡这么一说 倒给张明磊提了信 马园外若是中毒而死 那么尸体就应该有所变化 想到此处 张明磊带领牙医们 去马园外的坟地开棺验尸 尽管马志远很不愿意 但是也没有办法 马园外的棺材被打开后 露出的是一堆黑曲曲的尸骨 和已经有点腐烂的兽医 显然马园外尸中毒而死 马志远见兄长的尸骨 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不禁扑倒在坟前嚎啕大哭 而江贵乡只是在一旁 呆呆地看着发黑的尸骨 张明磊看着一脸疑惑的江贵乡 历声问道 现在可是人证物证俱在 你这雕覆还有什么话说 江贵乡扑通跪倒在地 头中直呼冤枉 到了公堂之上 江贵乡视死不着 没办法 张明磊就让牙医们 给江贵乡动了形 经过严刑拷打之后 江贵乡的双手鲜血淋漓 此时 只见三五只明黄色的蝴蝶 偏偏地飞进大堂 围着江贵乡来回转 与此同时 一阵幽香扑面而来 似有环芜 正当众人惊奇不已之时 一个形形的牙医突然惊叫起来 快快看 只见刚才飞进来的那几只蝴蝶 正落在江贵乡血淋漓的双手上 吸食着血液 不大会儿功夫 这几只明黄色的蝴蝶 都变成了血红色 而且都像喝醉了一样 在空中晃晃悠悠地飞了几下 酒都落在了地上 江贵乡此时也是惊慌失措 顾不得伤口的疼痛 拼命地驱赶着飞来的蝴蝶 但在驱赶蝴蝶时 不小心将自己头上 原本裹得严严实实的 头巾给打了下来 顿时 一张晶莹剔透的蝴蝶脸 展现在了众人面前 最奇特的是在江贵乡的眉心 有一朵珠红色的梅花 有了这朵梅花的点缀 这张脸愈发显得美艳动人 甚至还有几分神秘的吸引力 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 呆呆地看着眼前的场景不知所措 好一会儿 一个上了年纪的失业 突然大叫了起来 洛梅庄 她 她是洛梅庄女妖 听她这么一扎唬 牙医们都慌了 搬头牢里酒精怪事 临危不乱 知道什么妖怪都怕黑狗血 就吩咐牙医去弄些黑狗血来 泼在江贵乡的身上 这黑狗血还真灵验 煞时间江贵乡便昏倒在地 见江贵乡躺在地上不动了 张明磊才问道 什么是洛梅庄女妖 原来 相传古灰州到处都是梅树 一家大户人家的小姐 在后花园的梅树下休息 一朵烟红的梅花 正好落在了这位小姐的眉心 这朵梅花不但服饰不掉 而且还不枯萎 没想到有了这朵梅花的装扮 这位小姐就越发漂亮了 而且身体上还散发出悠悠的清香 无数少女得知此事后 也纷纷笑评 用胭脂在眉心画上一朵梅花 一时间就有了落梅庄之说 可怪是还在后边呢 那位大家闺秀 自从眉心落了一朵梅花之后 就性情大变 与很多男子有染 凡是与他有染的男子 都在半年之内死去 那些化落梅庄的女子 也渐渐从眉心处溃烂流浓 身体慢慢垮掉 与此同时 这里的梅树却长得一长粗壮 所开的梅花更是烟红如血 后来 有个阴阳生看出了端倪 从鲁班祠中 请来了鲁班巨和鲁班府 让人们将所有的梅树都砍完了 人们照做后 果然没有再发生怪事 冰样样的男女青年们也都痊愈了 那位小姐也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张明磊听了 像是自言自语 又像是问师爷道 这将贵乡就是落梅庄女妖 是啊 千真万确 师爷肯定地说 张明磊点点头 既是妖怪作祟 此案就不可草草了结 不然必会一害无穷 带本官想出个万全之策 再来对付这妖孽 几天后 兽医店的少长贵李俊生 在牢中突然死亡 无作检查了李俊生的尸体 发现李俊生早就得了重病 活不过今年秋天 不过蹊跷的是他的身上 有一小块做兽医用的布料 另外还在他的贴身衣物中 发现了一个小油布包 张明磊从五座手中接过布料 反复观看揉搓 那只揉搓兽衣布料的手 竟然变成了青色 而且还有一股刺鼻的药味 他又看看小油布包里面的东西 忽然恍然大悟 让牙医速速将马志远捉拿归案 马志远被带到牙门后 李俊生哭诉道 张大人 你有什么证据说小人犯了罪 张明磊微微一笑 证据嘛 就在这儿 说着张大人将手中的兽衣布料高高举起 然后冲着马志远晃了晃 原来 张明磊又一次对马原外的尸骨 进行了检查 结果 这次五座发现青黑色物质 只是存在于尸骨的表面 而骨层深处并没有中毒 也就是说 马原外是在死后中毒的 结合在李俊生身上发现的兽衣的秘密 谜底就解开了 马原外的兽衣有毒 这兽衣是马志远 特地叫李俊生加工制成的 此时的马志远依然不肯认罪 张明磊一笑 就将那些兽衣扔给了马志远 这方圆百里之内 除了你财大气粗的马家 还有谁家能用得起这样的兽衣 妖妇明明是身患重病的妇人 你们却说是落眉庄女妖 你们把本官当成了三岁的顽童不成 来人 把那个落眉庄女妖的 谣言制造者带上来 让他说说这其中的玄机 牙医立刻将五花大绑的尸业带了上来 平日里微风凛凛的尸业 搭拉着脑袋对马志远说 马二爷 我把您给我钱 让我鼓吹令嫂是女妖的事情 全部都跟张大人交代了 其实 张明磊根本就不相信师爷所说的 落眉庄女妖的鬼话 从师爷那闪烁不定的眼神中 张大人就断定 这平日里就不大守规矩的师爷 一定有鬼 而且 当江桂乡刚刚来到大唐之上时 略通齐皇之术的张大人 就看出了他身患重症 只是不知病从何来 于是 张明磊就在暗中对江桂乡进行了审问 原来江桂乡得了怪病 虽请来明依郭成龙 用祖传的梅花五针 在江桂乡的梅心 赐了一朵梅花形的针眼 并将家传圣药龙贤祭食丹给他扶下 这龙贤祭食丹能将江桂乡血液中的毒素 从梅心处渐渐排出 因此江桂乡梅心处 就常常凝结着含有毒素的血洞 看上去瓦如一朵美丽的梅花 又因为每天都要将血洞取下 使新血洞形成 所以这血洞不会结成血痂 变得颜色暗淡 而且龙贤祭食丹 本身具有极浓郁的香气 扶下后能顺着血液的流动 扩散到全身 于是就变体生香了 后来江桂乡的血液散发出香气 招引来蝴蝶也就不奇怪了 江桂乡得此怪症 只有死去的马园外 江桂乡的贴身丫鬟 以及马志源之道 所以马志源事先买通了尸业 让他鼓吹江桂乡 是落眉庄女妖一事 也就不难解释了 随后 张明磊又当着马志源的面 打开了一个小油布包 里面是一封信 张明磊就命牙医大声地读了起来 原来 这是一封李俊生的亲笔书信 上面说在马园外病重那天 马志源就自带布料 匆匆来兽衣铺定做马园外的兽衣 几天后 令李俊生万万想不到的是 马志源给了超出兽衣十倍的工钱 但有一个小要求 就是将做兽衣的下脚料 全部退还给马志源 当时身患重病的李俊生 发觉这是有些蹊跷 就一烧火时将那些下脚料 作为阴火之物给烧了为由 没有退还给马志源 大约过了一年之后 李俊生虽然不知道 兽衣下脚料有什么秘密 但他抱着试探的心态 找到马志源 说自知命将不长久 只是怕剩下父亲李老年一人 孤苦伶仃地活在世上 马志源立即截住话头 说只要李俊生归还下脚料 以及答应作为江桂乡的肩夫 就会给李老年一大笔钱财 让他无忧无虑地安度晚年 李俊生知道这样的事不光彩 可是为了父亲李老年 最终李俊生还是答应了 稳妥起见 李俊生又将此事的经过写成了信 装进小油布包 藏于贴身衣物之中 牙医所朗读的就是这封信 牙医独罢了信 张明磊对马志源立声说道 现在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 还不快快交代 以免受皮肉之苦 这时早已下了贪软在地的马志源 知道事情已经全部都败露 再硬扛也没有任何意义了 便仰天痛哭道 真是天不佑我 天不佑我啊 说完一口血喷涌而出 将那封信染得腥红 看着倒在地上口吐鲜血的马志源 张明磊不屑地说道 不 不是天不佑你 而是天不藏间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清朝年间 余妖踩住宋子齐的家中 突然闹起了鬼 半年前 她的幼子 年方十八的宋家居无疾而终 宋子齐悲痛欲绝 大病了一场 终日恍恍惚惚的 此后 她发觉府内频频出现异状 有时家里的物件会莫名失踪 过了几日又回归原处 庭院里总是传来诡异的哭声 最令她心惊胆战的是 接连几个月她都无法睡个安稳觉 经常遭遇鬼压床 宋子齐认定是恶鬼作祟 便请来法师捉鬼 可是和尚倒是来了好几波 收效甚微 宋子齐为此苦恼不已 一天傍晚 宋子齐的一子宋家齐 领着一个法师 和他的两个弟子走进房中 宋子齐早年辛苦操劳 一直没有子嗣 于是就领养了这么一个干儿子 直到老年 突然喜从天降 夫人为他生了一个小儿子 便是宋家居 这兄弟二人虽无血缘之亲 却情义深厚 宋家齐告诉父亲 这位姓张的法师 是他从外地请来的 是一位世外高人 法力精深 宋子齐细细打量了起来 那法师长满落腮胡子 面色发红 果然气度不凡 他盲命人看查次座 一番寒暄后 张法师悠悠说道 刚才我用法言审视了一番 贵府确实有一股阴气 宋子齐顿时来了精神 大师可有降妖之法 张法师掐指一算 转而说道 这并非骇人的妖怪 而是令狼的魂魄 欲结不散啊 张法师接着说 他精通阴阳连接之术 刚才同宋家居的魂魄交流得知 宋家居前世蒙受宋子齐的恩德 今生前来报答 如今缘分已尽 只得离去 但宋家居对父亲心存眷恋 故而魂魄一直驻留在家中 宋子齐无论如何也不相信 一直摇头 张法师见状 说道 也罢 我就赐你一粒影魂丹 让你看看前世的因果吧 宋子齐听从张法师的安排 将师徒三人领进一间昏暗的内室 并让宋家齐守在门外 不许旁人打扰 张法师在施法前摆好桌案 然后从丹瓶中 道出一粒金色丹药给宋子齐 宋子齐扶下后 顿觉昏昏沉沉 恍若进入了梦乡 猛中 他仿佛听到有人召唤 来 来 他随着声音往前看去 只见远处有一团亮光 一个猎人卑躬扛剑 走在临间小道上 走着走着 突然听到一声马丝 只见一只斑斓猛虎从临间跳出 猛然扑向路边的一匹小白马 虎爪狠狠地抓向马背 顿时血红一片 说时迟 那时快 那个猎人不假思索地射出一箭 正中猛虎额头 猛虎跌跌撞撞走出几步 便弃绝身亡了 受伤的小白马跪倒在地 瑟瑟发抖 猎人为小白马敷上了伤药 那马儿好似极通人性 围在他身旁辗转多时才缓缓离去 宋紫棋正在凝望 呼听耳边有人召唤 醒来 醒来 他全身一颤 从梦境中醒了过来 眼前的景象瞬间幻灭 他一把拉住张法师 把梦里的情境讲述了一遍 张法师听罢 笑着说 这就错不了了 那个猎人正是你的前世 而那匹白马正是令狼 他感谢你的救命之恩 今是托生为你的儿子 令狼属马 你便给他取名为家居 他背后有一块胎记 就是当年被猛虎抓伤的痕迹啊 宋紫棋这才恍然大悟 忙问该怎么办 张法师笑道 令狼对你极度思念 不忍离去 错过了投生的时机 我要留在此处 将他安然引渡 了却你们父子二人今生的缘分 宋紫棋自然是满心欢喜 忙找来宋家棋述说了一番 宋家棋得知详情后大喜过望 当即为张法师安排好客房 此后几日 张法师除了焚香做法外 每天都给宋紫棋 服下几粒秘纸丹药 说是抵御阴气的仙丹 说来也奇怪 一个多月下来 宋紫棋果然觉得身轻体健 精神好了不少 睡觉也踏实了 这天张法师对宋紫棋说 明天我就要离开此地 令郎也将要投生了 贵府再也不会闹鬼了 宋紫棋父子依依不舍 极力挽留 张法师称大事已定 留在这里也没多大意义 他又交给宋紫棋一粒饮魂丹 说今夜府下 可以同宋家居再见一面 当晚宋紫棋同张法师 依旧进入内室之中 服完隐魂丹后 宋紫棋只觉得眼皮发重 他隐约看到前方星光点点 一个翩翩少年正迈不向前 那服侍身姿 像极了自己的儿子宋家居 宋紫棋想追上前去 只觉得双腿发沉 迈不开步子 只得大声呼喊儿子的名字 宋家居没有回答 竟直来到一户农舍门前 转身向他施礼 宋紫棋听到耳边 传来虚无缥缈的声音 父亲 今日便是我们父子绝别之期 此生的缘分已尽 请你多加保重 我就要投生这户人家了 说完 身形渐渐隐去 不一会 房中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 宋紫棋急欲上前 这时他耳边响起了张法师的召唤声 醒来 他知道大梦将写 忙仔细看了看四周 奴隶把此地的景象印在脑中 在苏醒的一瞬间 他模糊地记着 在农舍前有颗歪脖子鼓竖 第二天 张法师便告此远行 宋紫棋厚赏了他一番 让宋家齐代为送行 在江畔的一条小船上 张法师扯下了落腮胡须 磨掉脸上的红泥 露出白晶的面容 宋家齐拱手失礼 张兄 这些日子辛苦你了 现在家父的身体已康复 家居也该安心了 张法师笑道 若不是你父亲迷信先到 我一个小小的幻术师 也不必装神弄鬼了 原来 几个月前 宋紫棋因小儿子离世 得了严重的忧郁症 总是出现各种幻觉 认为房中有鬼作祟 宋家齐略通一道 知道父亲的病因所在 想请郎中为他看病 却都被其拒之门外 宋紫棋只相信和尚道士 才能救他于苦难之中 宋家齐在万般无奈下 心生一计 让这位外乡的幻术师 化妆成法师为其父治病 在此期间 宋紫棋所服用的仙丹 不过是些安神的药 这些丹药都是宋家齐 分析了父亲的症状 在根据医理向明医求来的 同时 他再配合一些食疗之法 令父亲的身体慢慢康复起来 不过 宋紫棋的症结源于心病 还需用心药医治 于是 他让这位章法师 施展傀儡系的绝活 再配合运用一些幻术异计 将那些所谓的前世因缘场景 演绎出来 为了天衣无缝 宋家齐真是煞费苦心 张法师给宋紫棋服用的隐魂丹 正是他向明医求来的特殊药丸 服用后并无任何不适 只是会让人神志迷乱 四肢无力 极易受到幻象的影响 两人畅聊多时 一一息别 宋家齐刚回到家中 宋紫棋就拉住他的手说道 儿啊 我仔细想过了 家居托梦给我 说明我们父子的情缘未尽 我明天就要去找他 宋家齐很惊讶 天地这么大 我们去哪里找啊 我记得梦境中的场景 那农舍外有棵歪脖子古树 我们明天就去找 第二天 宋家齐执拗不过父亲 随他寻找那个农舍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 两天后 他们在一处偏僻的村落里 找到一个农舍 门前有一棵歪脖子古树 竟与宋紫棋梦中所见一模一样 宋紫棋一打听 这户人家几天前 确实有一个男婴诞生 孩子的母亲因男产亡故 孩子的父亲也于半年前罹难 现在只留下一对老夫妻 照料未满月的孙儿 宋紫棋见那孩子的眉宇轮廓 像极了儿时的宋家居 心中十分喜爱 便同两位老者商量 想要收养这孩子 老夫妻两年老体脉 疾病缠身 正为孩子的生计发愁 见宋紫棋衣着华贵 长得挺和善 便应允了 宋紫棋大喜 重谢了二位老者 便将孩子领回家中 悉心抚养 清明时节 宋家祺独自在宋家居的坟头祷告 兄弟 父亲的病已经好了 你的儿子也被接入府中 一切安好 你放心去吧 说着 他将一封书信投入火中 那是宋家居临终前几日 偷偷交给他的 宋家居自幼多病 宋家居一直悉心照顾他 去年 宋家居结识了一个乡下姑娘 十分喜欢 便私定了终身 可是 他知道两人家是不同 难以结为夫妻 他不敢告诉父亲 便去和兄长商量 宋家居自然连连摇头 劝他断了这个念头 得不到兄长的支持 宋家居敬意欲成疾 猝死在家中 在这封信中 宋家居告诉兄长 与其相恋的姑娘已怀了他的骨肉 他希望有朝一日 能将母子二人接入家中 宋家居悔恨不已 他追寻信中的线索 找到了那位姑娘 准备等待时机告诉父亲 可是那姑娘命薄 生完孩子后便撒手而去了 宋家旗只得将此地的场景 暗暗记下 然后请张法师再度施展幻术 把父亲引到此处 了却宋家居的心愿 乾隆年间 灰州城有位名叫孙希兰的名医 医术精湛 名声却很差 原来 孙氏医学传承百年 上三代皆为当事良医 可孙希兰却定下了一条 不尽人情的规矩 枕金绝不可少 即便有交不起枕金的穷人 在他面前痛苦哀嚎 他也绝不心软 孙希兰的独子孙伯跟父亲脾性不同 他从小就悲天悯人 历史要学好医术 长大为穷人看病 但他始终无法说服父亲 放弃那条规矩 心灰意冷之下 便放弃了学医 这一日 孙伯和几个朋友在街头闲逛 突然被一个老人叫住 老人衣着朴素 背这个包裹 像是远道而来 老人问孙伯 是不是名医孙希兰的后人 孙伯困惑得点点头 老人惊喜不已道 果然是恩人后代 这太好了 老人说自己叫张成 三十多年前曾身患重疾 奄奄一息之际 家人听说 辉州城有名医孙氏 于是赶来求诊 孙希兰闻言后连夜赶路 从严往也手中 抢回了张成的性命 这些年 张成一直想着找机会回报 安人 最近刚得了个好物件 便匆匆赶来挥州 哪知孙希兰却不愿见他 更不愿收他的礼物 郑郁闷呢 刚好在路上听到他们的言语 猜测其中一人便是孙希兰的儿子 故而有此疑问 孙伯听完 觉得有点难以置信 父亲居然还做过这样的好事 这时 张成从包裹中抽出一个长条形匣子 递给孙伯说 区区薄礼 还请孙公子代恩人手下 孙伯打开一看 不禁心头一震 里面装的竟是千年人参的根须 这里也太大了 他连忙谢过 又拿出身上所有银两相赠 但张成坚持不收 最后拱手告别 孙伯匆匆赶回家 拿着人身根须找到父亲 将张成的事说了出来 并问 爹 当年你可以为了病患连夜赶路 且不收枕金 现在怎么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孙希兰陷入了沉思 嘴角浮现一抹淡淡的微笑 随后 他提笔写了一封信 又写了个 以人参根须入药的 调养身体的方子 说 伯儿 你拿着方子去柜上抓药 然后明天去东周城一趟 把信和药一起送给李秀 孙伯知道李秀此人 二十多年前 父亲去林县给人治病 以数精湛被当地乡绅上报朝廷 皇上很好奇 命徽州之府送他进京面圣 孙希兰进宫后 不知怎地 惹得龙颜大怒 要将孙氏满门抄斩 好在有一位姓李的大臣说情 这才只是被赶出宫去 孙希兰死里逃生 而那位大臣却被皇上贬官回家 不久就抑郁而终 只留下一个名为李秀的儿子 几天后 孙伯赶到东周城时 天一黑 他正准备寻一家饭馆吃点东西 忽然闻到一股异香扑鼻而来 便寻着香味来到一座破庙 只见一个小乞丐正在用火烤鸡 孙伯正要上前讨一杯羹吃 门外突然一阵嘈杂 几个乞丐架着一个不省人事的老乞丐 慌慌张张地冲进庙里 孙伯见老乞丐双目紧闭 呼吸微弱 情况十分不妙 正不知如何是好 他突然想到带来的草药 主要用于拔除体内顽疾 调理身体 或可一事 只是 正犹豫着 那老乞丐痛苦哀嚎一声 整个人像一条冰死的鱼一样 从地上猛地弹起 又重重摔在地上 孙伯一咬牙 把药掏了出来 吩咐众人烧水熬药 等到药熬透了 孙伯吹凉汤药 亲自将药灌入那老乞丐口中 一斩茶时间 那老乞丐吐出几口黑血 竟可以开口说话了 重乞丐都对孙伯感激不尽 说来也怪 原先孙伯还有点心痛 但眼见着一个病人 在自己手下活了过来 那种成就感让他无比舒坦 于是 他所幸将剩下的药 都给了那老乞丐 天亮后 孙伯特意买了些贵重礼物 在一个破旧的胡同里 找到了李秀 李秀书生打扮 身材瘦弱 一脸病容 孙伯向他解释了自己的来意 又拿出父亲的亲笔书信 李秀看了信后 笑着将他领进屋 孙伯满脸惭愧地将要的是告诉了李秀 又说 此事是我的错 请李叔叔责罚 李秀哈哈一笑道 那要我吃了 无非是苟延一息而已 给那乞丐吃了 却是救人一命 你这举动 倒是合乎医者人心了 何罪之有 孙伯顿时松了口气 李秀学识冤博 为人和善 孙伯与他相谈甚欢 所以在东周城一待就是半个月 期间 李秀经常带他去见一些朋友 李秀贫寒 朋友也多贫寒 孙伯一次次见到了那些看不起病的穷人 也一次次懊恼自己跟父亲赌气 而没有继续学医 这天 孙伯就要回晖州了 一大早 他来到李秀家告别 谁知一进门 就见李秀一动不动地倒在地上 他赶紧上前查看 李秀已是气弱油丝 迈向声色组织 半天才微微动弹一下 显然有大问题 但接下来该怎么办 他却不知 突然 他想到来时 见到巷口有家医馆 便赶紧跑出去 将那郎中连拉带拽地给请来了 那郎中显然熟悉李秀的病况 也不询问 拿起银针 运针如飞 一口气扎了九针 孙伯一看 这不是自家的孙氏十三针吗 传说这针法 是孙氏祖上的仙人所传 十三针分别指向十三个关键学位 卢能运用得当 大有妙处 他静等接下来的四针 可那郎中扎了九针后 却停了 孙伯急了 还有四针呢 先生你倒是扎呀 郎中先是惊讶 后又沮丧道 没想到你年纪轻轻 居然知道孙氏十三针 说来惭愧 老朽只会这九针 原来 郎中竟是孙欣然早年的徒弟 当时孙伯年纪尚幼 没啥印象 而郎中对孙伯出身孙家 居然不懂医术也是深感不解 孙氏医学博大精深 唐人可求而不得 你唾手可得却懒得去的 孙伯被他一说 羞愧不已 郎中走后 李秀缓缓地回过神来 看到一脸沮丧的孙伯 笑着安慰道 老毛病了 吓着你了吧 孙伯摇摇头 忍不住把心里的疑问 一股脑地说了出来 当年 父亲连夜赶路去给张成看病 且不收诊金 但后来为何像变了一个人 李秀是孙家安人之后 得了病 父亲为什么没有亲自给他治 也没资助他钱粮 这次得了人参根须 父亲又为何将其入了药 并让自己亲自送来 李秀笑着说 你父亲不帮我治病是有道理的 因为我付不起枕金 他若帮我治了 那就破了他自己定的枕金 绝不可少这规矩 他说三十多年前 孙熙然正年轻 如今日的孙伯这般满腔热情 只管看病而不管其他 所以才会去给张成治病 直到二十多年前 孙伯祖父去世 孙熙然接手孙氏医馆 仍如过去那般行医 有一次他去临县行医 因为医术高明且不收枕金 遭到当地同行记恨 一边上报朝廷请求嘉奖他 一边无中生有罗列他的罪行 孙熙然险些惹来灭顶之灾 达那以后 他才定了枕金绝不可少的规矩 孙氏四代为一 看似风光 实则如履薄冰 稍不注意就会惹祸上身 不过 他的规矩不可破 他的弟子门徒却可不遵从 所以 你只看到那些因为付不起枕金 而在他面前哀嚎的穷人 却不知他们很快就能得到 他弟子的枕制 这样既没坏了规矩 也培养了徒弟 至于我 李秀哈哈一笑 若不是你父亲特意安排了徒弟 守在我家附近 我哪里还能活命啊 孙伯恍然大悟 深赶这趟东周城没白来 想必这也是父亲 让自己过来送药的真实用意吧 回到辉州后 孙伯恭恭敬敬地 在父亲面前跪下行李 爹 我要学医 孙希然欣慰大笑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 咱们 去 梳 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